縣長學中衛也表示說已經預約到第三輪的疫苗 二三號下午也特別前往衛福部花蓮醫院來施打AZ疫苗第一劑 花蓮縣在19號已經達到了全國疫苗覆蓋率有25.2% 截至22號涵蓋率達到26.2% 也鼓勵民眾踴躍施打 COVID-19公費疫苗預約平台 第三輪疫苗預約22日中午截止 花蓮縣衛生局22日統計 第三輪疫苗登記人數共54994人 實際完成預約1255人 以診所預約人數最多 其次是3197人預約前往衛福部花蓮醫院 慈激醫院等10家醫院 十二鄉鎮市衛生所也有1488人接種 花蓮縣長徐真衛也在22日防疫記者會上表示 也是這12555人的其中之一 預約到第三輪疫苗 而真衛我也預約了第三輪 所以在1922平台部分 其實在開始預約的時候 我們花蓮縣預約的人數是 19326人 那已完成預約數 就是已經完成 而且已經定到了你要在哪裡 施打的我們的鄉親 一共是12555人 真衛也在12555人當中一個 而23日下午 則前往衛福部花蓮醫院 施打AZ疫苗第一劑 也呼籲民眾要持續做好基本防疫措施 記者蔣芳葉華蓮詩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